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完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后,12日在南海举行中共海军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奇怪的是,原定三天的南海军眼皮前一天结束,引发舆论猜测。据悉,当年胡锦涛海上阅兵时,因遭遇江泽民策划的暗杀事件,导致阅兵匆终结束。 中共国防部消息,4月12日上午,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举行海上阅兵。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建设强大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据介绍,此次阅兵出动了48艘战舰,76架战机,1万余名官兵。 主持阅兵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奇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与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声民,也都参加了试导。这是中共建政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 阅兵结束后,习近平查看了辽宁舰间15飞机起飞训练情况。随后,习近平检阅舰海图室,在韩国日志上签名。 此外,中共海事局网站4月10日以中英文发布题为三亚南部海域军事训练临时禁航区,穷航警0048消息称,中共海军11日将在三亚南部海域进行三天军事训练。 但在习近平阅兵结束的当天,原定南海三天的军演议提前结束,引起舆论猜测其背后的原因。 同时,当年胡锦涛海上阅兵应遭遇暗杀事件,提前匆匆结束再成舆论话题。 此前,海外媒体披露2006年5月,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到黄海试察北海舰队。 胡乘坐最先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巡试时,两艘军舰突然同时向该舰开火,打死驱逐舰上5名海军士兵。 在这胡锦涛的导弹驱逐舰惊慌失措之下,立即掉头以发疯的速度急速驶离舰队演习海域,直到安全海域。 为避免再遭暗杀,胡焕城舰上的直升飞机飞回青岛基地,未坐停留,也未回北京,而是直飞云南。 一个星期后,才回北京露面。 事后,据被拘捕的舰艇官员供认,命令是江泽民下达的。 江泽民的军中心腹,海军司令员张定发指挥手下人策划的。 几个月后张定发在北京死亡。 刚死后没有调研,没有到辞,官媒也没有发布其辞讯。 只有海军的小报刊出几个字的简讯。 在黄海逃过暗杀的胡锦涛,回京后马上重拳回击江泽民, 不但拿下了江泽民精心培植的新副接班人,上海市委书记程良宇, 而且针对江泽民操控的军方进行了一次大洗牌, 远属江系人马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及政委双双换人。 此外,2009年4月23日,中共海军是上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阅兵活动在青岛海域举行。 在阅兵前,胡得道密报,江泽民的人马准备在当日早九点阅兵时, 在十四国海军舰艇的面前,江湖击毙,搞个震惊世界的黄海谋杀案。 胡改变计划,令暗杀阴谋落空。 在中共对舆论严密监控的情况下,上述信息虽未得到官方证实, 但早已经被方间和海外媒体披露出来。 至于习近平此次阅兵期间,为何军演提前结束,目前尚不得而知。 不过有分析认为,鉴于习家军人马早已就位, 而且习近平已牢牢掌握军权, 估计这次提前结束军严与暗杀事件可能沾不上边。 不过中共领导人多有暗杀预险的经历。 此前媒体报道,习近平上台后, 从被伤到负痛至少十次预险,多与江派暗杀有关。 其中饮食安全事件至少有五起, 例如2017年12月,习近平负痛疾疑事件。 出行交通事故至少四起,主要是航班发生的隐患。 港媒分析,中共中裁办主任刘鹤在国务院分管商贸、金融、科技, 此格局是无前例,应是为中美贸易战而设置。 而中裁办副主任义监管关税和央行, 中裁办成为中共对美贸易战的总参谋部。 香港东方日报4月13日评论文章指, 中共新一届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基本确定, 习近平首席经济智囊刘鹤分管商务、金融、科技等几大领域, 这是从未出现过的格局。 上一届是汪洋、马凯和刘延东分管这三大领域。 特别是科技,此前从未与教育分家, 都是由分管文卫的副总理主长。 文章分析,这三大领域如今是国际经济事务中的重要筹码, 也是中美贸易战的主战场,悉数交给刘鹤, 正是为了统筹协调,应对贸易战的需要。 中裁办已成为对美贸易战乃至未来货币战、技术战的总参谋部。 文章进一步分析,当前贸易战中的加税动作, 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制定, 该委员会办公室设在财政部关税司。 而刘鹤的一名副手,中裁办副主任朱光耀现兼任财政部副部长, 分管领域正是财政部关税司、国际经济关系司、国际财经合作司, 并专项负责中美经济对话事宜。 因此,通过此种安排,中裁办实际掌控了关税政策。 另外,另一位长期兼任中裁办副主任的高官, 是新任央行行长易刚。 易刚此次暴棱已副部级执政央行行长, 中裁办的兼职是其重要加分项。 而首任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出任央行党委书记、 副行长,成为易刚的副手, 中裁办也因此通过央行加强了金融协同监管。 文章认为,原来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线改为财经委员会, 已从意识协调机构正式成为经济最高决策机构。 再加上刘鹤在国务院的分管领域, 以及中裁办、央行的人士安排, 这种机制和设置都是为了与美国的较量学历。 此前,台湾信传媒评论文章指, 川普将中共定义为威胁美国价值观和世界秩序的对手, 发动贸易战是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分水岭, 双方走向更大冲突已成必然。 文章还说,川普启动贸易战后, 国内支持率节节攀升。 在强大民意支持下,川普对中共态度没有最强, 只有更强,北京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轻易蒙混过关。 自由亚洲文章称,中美贸易战起因, 是中共数十年来在世界经济圈内坑蒙拐骗偷物所不用积极的手段, 因此西方主要国家支持川普的意识正见须一致。 这次美国意志坚定地带领世界教训中共守规矩, 是因为不能再听凭中共肆意破坏世界经贸体系, 从而给人类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 在4月27日的朝韩峰会和5月份的川金会谈之前, 朝鲜对外表达了愿意协商无核化问题的意向。 至于金正恩为何会突然改变态度, 愿意跟韩国和美国就无核化问题进行谈判。 由美专家分析, 或许其在幕后已经和北京达成了某种交易。 韩国时报引述专家的话报道, 因受联合国安理会制裁, 朝鲜经济已陷入困境。 最近金正恩访华, 意在寻求摆脱困境。 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事学院客座教授布朗说, 2月份, 中国的资料显示, 朝鲜证件缺陷金。 他说, 金正恩的船满是破洞, 打上一些补丁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我很确定, 这就是金正恩突然访问中国的原因。 全球贸易资料库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在2月从朝鲜进口的商品为900万美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了95%, 而中国出口朝鲜的商品则为1.03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降低32%。 布朗认为, 习近平在会见金正恩时, 应该有和他达成幕后交易, 以换取他的某些承诺, 并在即将来临的韩朝和美朝首脑会谈上好好表现。 前美国六方会谈特使戴川尼认为, 北京对朝鲜的制裁正在起作用。 中国限制对朝鲜的油品出口数量, 而油品对朝鲜经济的正常运作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 朝鲜也无法出口鱼类、 再加上其海外劳工返国, 使该国经济情况更加脆弱。 3月下旬, 金正恩访华达成专列, 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消息人士表示, 除了确保安全外, 这辆专列可以携带比飞机更多、更重的物品。 当该专列离开北京火车站时, 其21节车厢装载了大量的奢侈品, 其中包括顶级的茅台酒。 而金正恩在北京接受习近平设宴款待时, 也喝了这种昂贵的名酒。 该消息人士说, 使用专列显示, 朝鲜缺乏部分奢侈品的情况有多严重, 其部分原因是缺少外汇。 然而, 正当金正恩即将与川普进行会谈之际, 他也得到中方的支持, 这是比任何奢侈品都珍贵的。 时政评论员夏小强分析说, 金正恩访问中国, 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必要而急迫的。 他说, 金正恩政权面对着美国发起的经济制裁, 以及5月份将要到来的川金会, 几乎已经无路可退。 一旦与川普会谈破裂, 金正恩政权将会遭到致命打击。 而中共是金家政权维持统治的最后支撑和底线, 但也是与美国谈判的工具和筹码。 而现今的中共政权, 面对着内部政治的激烈博弈和美国发起的贸易制裁, 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与美国雄厚的实力相比, 中共手中可打的牌并不多, 几乎只剩下朝鲜这张牌。 但是, 川普撇开中共直接和金正恩会面, 使得中共在朝鲜问题上被边缘化, 中共面临着失去朝鲜这张牌的危机。 于是, 与金正恩会面迫在眉睫。 至于金正恩此次访华会对未来的川金会产生什么影响? 夏小强称, 影响不大, 只会让外界和美国再次看清中朝之间关系的本质, 即朝鲜是中共维持共产政权统治来对抗自由世界的一道防线, 也是中共在最危急时刻的转嫁政权危机和视线的工具。 他认为, 从更大的视角和棋局来讲, 中共政权和金正恩政权在危机中的互动和联手, 都是共产主义政权走向灭亡前的表现, 结局已定, 中共鞋脾在即, 金氏政权也将随之灭亡。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中一出席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发表讲话时称, 中美贸易战打到贸易停止的时候, 战争就将爆发。 由于此前中共左派媒体《环球时报》曾发表一天社评, 声称中方不惜将贸易战打到贸易归零也不后退, 有网友调侃称, 马云之语以四腔生还时获上浇油。 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会4月8日至11日在海南博鳌召开。 当地时间4月9日晚, 马云现身博鳌论坛年会晚宴。 当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门夫妇, 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林郑月娥, 法国前总理, 巴基斯坦前总理,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仲等人出席了这个晚宴。 马云在晚宴上与拉加德展开对话时 谈到了近期爆发的中美贸易冲突。 他声称, 维护国际贸易秩序是应该的, 但贸易不仅仅是产品和商品的问题, 还涉及到要尊重大家的文化的问题。 马云说, 如果规则不好的话我们要改善, 但是不能够乱来。 贸易是磋商, 并不是讨价还价。 我相信, 如果贸易停止了, 战争就会爆发, 那这个世界就会停止发展。 马云表示, 在中美贸易方面, 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间, 的确存在问题和分歧,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是贸易战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则强调, 参与国际贸易的各方都应该遵循自己制定的规则, 比如世贸组织。 他表示, 如果发生了贸易争端, 有人违反了相应的规则, 都应该由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 此前, 中共喉舍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 曾于4月7日发表一天题为即使中美贸易归零中国也不会后退的设评, 声称白宫如果考虑制定1000亿美元关税计划, 就必然会对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形成无差别打击, 那么中方也会对美国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商品实施地毯式轰炸。 中美贸易战照这样打下去, 就是朝着把两国贸易和相互投资归零的方向打, 而中方将不惜一切代价地打下去, 直到把太平洋打成国际贸易的一道天线云云。 由于自从中美贸易冲突升级位关税大战以来, 只有环石提出过中方不惜把贸易战打到中美贸易归零的说法, 所以马云日前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所说的贸易停止, 战争就会爆发之余, 被网友调侃为马云枪声环石或上交游。 此驱逐舰上五名海军士兵, 在这胡锦涛的导弹驱逐舰惊慌失措之下, 立即掉头以发疯的速度急速使离舰队演习海域, 直到安全海域。 为避免再遭暗杀, 胡焕城舰上的直升飞机飞回青岛基地, 为座停留, 也为回北京, 而是直飞云南。 一个星期后, 才回北京露面。 事后, 据被拘捕的舰艇官员供认, 命令是江泽民下达的, 江泽民的军中心腹, 海军司令员张定发指挥手下人策划的。 几个月后张定发在北京死亡。 刚死后没有调研, 没有到辞, 官媒也没有发布其辞讯。 只有海军的小报刊出几个字的简讯。 在黄海逃过暗杀的胡锦涛, 回京后马上重拳回击江泽民, 不但拿下了江泽民精心培植的心腹接班人, 上海市委书记程良宇, 而且针对江泽民操控的军方进行了一次大洗牌, 原署江系人马的至少十次遇险, 多与江派暗杀有关。 其中饮食安全事件至少有五起, 例如2017年12月, 习近平复痛疾一事件。 出行交通事故至少四起, 主要是航班发生的隐患。 港媒分析, 中共中裁办主任刘鹤在国务院分管商贸、 金融、科技, 此格局是无前例, 应是为中美贸易战而设置。 而中裁办副主任义监管关税和央行, 中裁办成为中共对美贸易战的总参谋部。 香港《东方日报》4月13日评论文章指, 中共新一届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基本确定, 习近平首席经济智囊、 刘鹤分管商务、金融、科技等几大领域, 这是从未出现过的格局。 上一届是汪洋、 马凯和刘延东分管这三大领域。 特别是科技, 此前从未与教育分家, 都是由分管文卫的副总理主长。 文章分析, 这三大领域北京卫戍区司令及政委双双换人。 此外, 2009年4月23日, 中共海军史上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阅兵活动 在青岛海域举行。 在阅兵前, 胡得到密报, 江泽民的人马准备在当日早九点阅兵时, 在14国海军舰艇的面前, 江湖击毙, 搞个震惊世界的黄海谋杀案。 胡改变计划, 令暗杀阴谋落空。 在中共对舆论严密监控的情况下, 上述信息虽未得到官方证实, 但早已经被方间和海外媒体披露出来。 至于习近平此次阅兵期间, 为何军演提前结束, 目前尚不得而知。 不过有分析认为, 鉴于习家军人马早已就位, 而且习近平已牢牢掌握军权, 估计这次提前结束军演与暗杀事件可能沾不上边。 不过中共领导人多有暗杀预险的经历。 此前媒体报道, 习近平上台后, 从被伤到腹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完博毛亚洲论坛开幕式后, 12日在南海举行中共海军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 奇怪的是, 原定三天的南海军演提前一天结束, 引发舆论猜测。 据悉, 当年胡锦涛海上阅兵时, 因遭遇江泽民策划的暗杀事件, 导致阅兵匆终结束。 中共国防部消息, 4月12日上午, 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举行海上阅兵。 中国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说,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 建设强大海军的任务,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 据介绍, 此次阅兵出动了48艘战舰, 76架战机, 1万余名官兵。 主持阅兵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奇亮。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与委员魏凤和, 李作成, 苗华, 张声民, 也都参加了世道。 这是中共舰证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 阅兵结束后, 习近平查看了辽宁舰兼15飞机起飞训练情况。 随后, 习近平检阅舰海图室, 在韩国日志上签名。 此外, 中共海事局网站4月10日以中英文发布题为三亚南部海域军事训练临时禁航区, 穷航警0048消息称, 中共海军11日将在三亚南部海域进行三天军事训练。 但在习近平阅兵结束的当天, 原定南海三天的军演议提前结束, 引起舆论猜测其背后的原因。 同时, 当年胡锦涛海上阅兵因遭遇暗杀事件, 提前匆匆结束再成舆论话题。 此前, 海外媒体披露2006年5月, 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到黄海视察北海舰队。 胡乘坐最先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巡试时, 两艘军舰突然同时向该舰开火, 打死。